聚集就會放這邊啦 所以你將來可以從這邊執行 那可是問題啊 你以後如果直接在這邊執行那OK啦 可是還是不夠方便 如果你希望怎麼樣 你希望旁邊有按鈕的話 按下自動執行 所以會有兩個按鈕 那怎麼樣加按鈕 一般比較標準的做法可以從 這個開發留言的插入有沒有 表單控制項這邊就有按鈕啦 你可以利用這個按鈕點擊它 拖拉一下 你要多大就多大啦 反正看個人呢 你如果覺得不夠大的話 你有時候手機用習慣喔 你會發現 應該大一點的按鈕比較好的話 那你就大一點沒關係 然後呢 點選這個按鈕將來要連結哪一個聚集 那實際上聚集就是一個VBA啦 那你可以講 選舉它之後我的習慣會把 上面的名稱順便複製一下 那名稱為什麼要順便複製 你按確定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按鈕1 那那個名稱呢 當然你要自己打浪費時間 所以我的習慣是貼上 它就有名稱 所以這個地方 佈置貼上會比較快 那再來第二個你可以再加入第二個按鈕 不過呢你如果再加第二個按鈕 你會發現有個問題 就是你再怎麼樣 去加這個按鈕 它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它這個按鈕的大小好像 好像感覺怎麼 怎麼樣調 那怎麼 你會發現這兩個好像 好像有一樣大 但是又好像又差那麼一點點有沒有 那所以你有時候怎麼去調整大小 你可以按右鍵 記得按右鍵喔 你不能再點 點左鍵就變得清楚了 按右鍵喔 再點右鍵之後再點左鍵才可以 然後你可以調整這個空點 或者移動它 不過跟各位講喔 我的習慣是 你怎麼弄都 不太可能會模一樣 所以有個方法 我的習慣是 乾脆直接拿上面的一個 還有複製 直接在這邊 貼上 那兩個一樣嘛 沒關係用這個按右鍵去重新指定取集 重新再指定另外一個清楚 直接複製一樣 把這個上面的按鈕名稱 再修改 那這樣的方式 因為好處是 一定一樣大 這一招是我的習慣 所以我教各位 以後 這是一個訣竅啦 不然有 之前有同學就在那邊慢慢去調整 調半天還是不一樣大 那麻煩喔 OK 那所以你可以發現 按下它 自動就幫你把剛剛的公式跑一遍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已經幫你把公式丟進來 自動填滿 那清除的話是按下 自動清掉了 好 可是你會想說 那到底它是幫我做了什麼 為什麼可以有這些效果 那這當然也是我們後面會關心的 就是 實際上它 只要你剛剛錄製句 它就知道幫你寫程式 但是寫在哪裡 基本上一 你可以一樣點選這個劇情 二的話呢 你可以點選不是執行 下面會有一個什麼 編輯 那實際上呢 我們就是 可以查看裡面到底錄製什麼 你可以按編輯 它會跳出什麼呢 跳出一個這個 Milesault Visual Basic Foil 就是VBA 它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VBA叫出來 那這個VBA裡面 基本上它做哪些事 你可以發現喔 它會在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你的專案 那這個專案裡面 一定會有模組 那你的程式寫在哪裡呢 它一定會幫你放在模組裡面 所以將來 如果你要寫VBA的話 第一步 一定要先新增模組 那如果已經有的話 你就可以 直接寫在 這個模組裡面 那它是放在哪裡呢 我把這個關一下 基本上呢 它是放在 這個模組 Module 2 不過你們可能如果一個的話 你是Module 1 打開來 就放在這裡 那它的形式呢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一個Sub開頭 一個EndSub結束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第一段程式就是 手機串接 手機碼串接 頭在這裡 尾在這裡 那它到底幫你做了什麼呢 其實這個單引號開頭是註解啦 這個註解我習慣喔 把它刪掉 還有字態小怎麼辦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字稍微改成12好了 或者14啦 反正你看字 這樣字稍微大一點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你剛錄的第一個動作 比如說我做了第一個動作 那你可以這邊加註解 單引號 1 然後也可以打一些註解 這個註解 實際上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1 我把游標放在 1 4上面 它會幫我寫一行 有沒有 Enter 這第二行 第二個動作是 我在那個儲存格裡面 那儲存格在這邊會成一個物件 那 Active Sale 顧名思義嘛 Sale就是儲存格啦 就是你游標 當然你英文是細胞啦 不過好在這裡 這裡指的是儲存格喔 意思是說你游標放在那個位置的儲存格 做什麼事呢 Formula 後面就是一個 加公式 你不是貼什麼 所以他幫你串了這一串 就是幫你把它放那個什麼 放那個公式進去 那Enter的第三個動作是什麼呢 就是 幫你向下填滿 有沒有 所以呢 它有個 有個選取區 就會有一個Selection Selection 就是選取區的一個物件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自動填滿 到哪裡呢 到最下面 Distination 就最下面 實際上 就是幫你布這些東西啦 那我的習慣是 會把這些 再增加一些註解上去 所以你會發現我在 這邊 查看VBA程式 並加上註解 1 放這個 2 3 然後就是這一段 所以 修改完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就長這樣子 有沒有 123 那本來也許 這個劇情你看不懂的 但是你加了註解之後 應該可閱讀性會比較高一些些吧 那也就是未來 如果你寫成啥 有些東西你 暫時會 可是過一段時間 你可能忘記 到底寫什麼的話 那怎麼辦呢 註解就有其必要性 所以我們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在每個動作的上面呢 再加一個註解 那這個註解呢 程式不會被執行 可是你可以幫助 你什麼 記得一些東西 那當然 清除也是一樣 所以 基本上清除我這邊呢 也可以加了 不過 這個清除可能沒幾行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把那個 加上 剛剛兩動作 1 先加上按鈕 2的話呢 請在這邊 把它編輯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 裡面你大概錄了什麼 並且利用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什麼 你的程式到底寫到哪裡 不過你們可能是應該 Module 1 裡面會有兩段程式 OK 那畫面先還給客戶一下 那未來 VPA就是寫在 剛剛跳出來的這個編輯畫面裡面 不過呢 如果你要寫VPA 不是用錄字的 而是 你要 自己動手寫 OK 兩個不一樣喔 剛剛是幫你錄的對不對 不過如果你是要自己寫 當然也可以啊 可是 相對的難度 也會比較高 那不過呢 你至少就是說 你會錄字 你也會自己寫的話 以後你可以講 部分用錄字的 部分呢 自己寫的 兩個把它串在一起 那其實兩個串在一起 就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了 不過未來終極的目標就是 以後呢 盡量大部分都自己寫的話 那更好 不過 錄字矩集也許是一個階段 主要是 幫助各位 就是說 有些東西暫時 你不會寫 可是呢 還是可以藉由 錄字矩集 幫你寫出 一些程式出來 好像 蠻多地方的 比如說像 我們剛剛從網路上抓資料了 其實也可以部分用錄製的 部分用修改的 那這個後面其實還會再提到啦 那怎麼做 我想 各位慢慢熟悉這個環境 所以你可能需要 學習的 可能按部計算 第一個 以上裡面有哪一些函數 的分類 今天我們大概講文字類嘛 那大家還有其他類別 那有哪一些你可能沒用過 你可以試著用用看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 同樣的做法 有沒有其他更好 更簡單的方式 比如說錄字矩集啦 或者是說未來還會在自己上寫VPA 所以呢請各位回去大概 因為下個禮拜那個 中秋節 我們沒有上課 不過 我當然還是不需要 浪費這個時間 如果你回去 假如 有時間的話 多把今天的那個練習題 做做看 另外的話 如果工作上面遇到 重複性 的工作 建議 你可以 試著錄字矩集 並且產生按鈕 那你會發現 這蠻多地方可以練習 所以 你可以把那個錄字矩集 熟練的時候以後 你要怎麼錄字矩集 好像有什麼 因為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把那個錄字矩集 再用一把那個錄字矩集 來幫我 在錄字矩集 這個問題 採取一下 你把那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